今年完成空间站载轨进到以后 工程将转入为期十年以上的应用与发展阶段 初步计划是每年发射两艘载人飞船和两艘混飞船 航天员要长期载轨逐流 开展空间科学实验和技术试验 并对空间站进行照料和维护 为进一步提升工程的综合能力和技术水平 还将研制新一代禁地载人运载火箭和新一代载人飞船 其中新一代禁地载人运载火箭的一子级和新一代载人飞船的返回舱 可以实现可重复使用 新一代载人飞船综合能力也得到了大幅提升 可以搭载七名航天员 另外它的上行和下行载火的能力也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 同时我们也在考虑研发空间站的扩展舱段 为进一步支持载轨的科学实验 和为航天员提供更好的工作生活空间 创造更好的条件 另外在空间站这十年以上的应用与发展阶段 我们还将利用 刚才中文也介绍过了 我们还将利用空间舱内安排的科学实验的机柜 和舱外的一些大型载荷的设施 开展更大规模的空间研究实验和新技术实验 此外我们还将积极探索 引进空间站商业化与其模式 吸收社会力量 参与空间站的建设和运营维护 不断提升空间站的综合效益 推动灾难航天事业的高质量发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